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接下來我會為你聲音導航 我是Sylvan 這裏就是後鶴灣東邊的一處避雨亭 避雨亭位於東奧古道之上 再西走多一陣就會去到沙羅灣 而這裏向外張望過去就是一直備受爭議的 港珠澳大橋 香港段 為了評估和補償各類工程對環境的影響 工程開展的時候 需要由資格的顧問公司進行環境評估 原意是為了叫停的不需要 但對環境造成不好挽回影響的工程 港珠澳大橋當年雖然受到各環團的反對 質疑有關工程興建之後 會為東奧大橋更加多的空氣污染 工程期間亦會對中華白海豚出沒的水域造成污染 中華白海豚在香港的西邊水域 和整個珠江口的海域 在近年一個工程接一個的情況下 包括回歸前開始填海的赤立角機場 和港珠澳大橋來回的第三條跑道 大嶼山的北邊和西邊的水域 一直受到大型的海上工程影響 令到海洋環境一直沒有辦法回復以前的樣子 而出沒在這些水域的白海豚數目 就一直下降 除了這些海洋生態之外 在東奧古道之上 我們還可以見到一些靠風力傳播的種子 它們是陽角咬的種子 它們在果實飄出來之後隨風傳播 常常都會掛在路徑上的其他生物或植物上 但陽角咬在香港來說 算是四大毒草之一 而且根據醫管局的有毒植物圖鑑 陽角咬整棵都是有毒的 種子的毒性比較大 所以我們觀賞的時候 都是保持距離 至於東奧古道至大奧這段旅程 我們都會見到很多紅樹在沿岸上 有興趣可以觀察一下紅樹的根 看看它們是怎樣幫助自己適應高鹽分 和經常浸軟的松軟泥土 它們的根部可以伸延到很遠 而且出水的通氣根也會幫助它們獲得 而紅樹的貝族在樹上已經成熟 功能就像種子一樣 一落入泥土就立即可以生長 成為一棵新的紅樹 減少了種子發芽的階段 大大有利這些紅樹 在這個這麼嚴苛的海岸上繁殖 今次就講到這裡 下次我們帶大家看一下 其他香港的生態吧 拜拜 如果想看多點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和按讚我吧